大家好 我是李月琴 你们可能没想到吧 我还没淘汰你 这期一对一选人PK 赢了就能晋级 你们都没看见 那些人老想赢了 争着抢着就要选我 搞得我压力特别大 我这辈子都没被这么多男人竞争过 危险 逗逗完了 太猛了这个开场 他又赢了 怎么办 你们都知道 我不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到这来就是我老板 非得要我来的 他天天忽忽悠悠的 就只能给我画饼 李月琴你行 你有天赋 你能进决赛 完了你就飞黄腾达了 我以为我老板就够能忽悠的了 结果到这会儿 李旦还有个台上说我 李雪琴天赋异禀 你说我有啥天赋啊 我现在就有个饼 逗逗就应该选周启博 就参加这个比赛啊 这帮脱口秀演员的套路 我都看明白了 就来哪个嘉宾 就在台上说哪个嘉宾的梗 一会儿说大麻女装 一会儿说乘风破浪 那咋的 你们上不去吐槽大会 跑这圆梦来了吗 真的 我当时听说嘉宾是秦浩老师 我都能想到有一些演员 那稿子里讲啥 啊 我们之前一直嘉宾请的 都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今天终于不是姐姐了 是姐夫 姐夫爬山吗 姐夫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你说你都知道她是你姐夫了 你还能有啥机会呀 你姐能愿意吗 我平时哥沈阳为了来这个节目 一个月跑好一趟上海 觉也睡不好 我一上飞机 我寻思睡一会儿吧 我旁边的小孩娃娃叫唤 妈妈 我给你模仿一个鸭子 嘎嘎嘎嘎嘎 你拍的点着都很奇怪耶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大声音 大声音听着嘎就有反应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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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我真求求了现在家长啊 你带你家孩子见见世面吧 模仿模仿猫头鹰行不行 那晚上一起飞就闭嘴 后来有一回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寻思我对自己好点吧 就给自己生了个仓 做了一把商务仓 但是我没想到也没有人告诉我呀 那有钱人也生孩子 我来了之后 我寻思我在这个舞台上 发挥一下自己的优势 我讲讲我因为不好看受过的伤害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台上 只要是个女的就说自己不好看 那双胞胎还可台上说自己脸大 她俩那脸夹一块都没有我大 哇 哇 哇 我就希望广大女性演员们 不要再嘲笑自己的长相了 既然咱们都说脱口秀了 咱得通过自己的幽默和智慧 让所有人都明白 就长成我们这样 那就叫美女 美女 你们还是别笑了 你们一笑我也想笑 但是我在台上不能笑 因为我这衣服太紧 一笑就崩开了 他们老让我穿这么紧的衣服 我说能不能穿裤衩背心 他们说不行 你那么穿像王剑谷 他真是掌握了脱口秀了 太厉害了 我就觉得特别委屈 特别难过 你们凭什么看不起王剑谷啊 完了他们说也不是看不起王剑谷 就是这个舞台上吧 只能有一对双胞胎 我们给他的素材实在是太多了 足以让他冲到决赛 对啊 我感觉这一季我走到这就到头了 因为他们老说我稿子不行 说我没有攻击性 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有攻击性 你说我有啥攻击性啊 我在台上打名嘛 他是说了个谐音是吗 你看我就说我像王剑谷吧 跟裤衩背心根本就没有关系 最后我想说我上这个节目之后 我也看了很多人说我不喜欢李雪芹啥的 我看完挺伤心的 然后我也自我反思了很多 所以借此机会 我还想对那些不喜欢我的人说一句 我也不喜欢你 谢谢大家 我是李雪芹 咱们有缘再见嘛